你知道嗎 YouTube 最近一口氣推出了四個全新的 關於短片製作生成的 AI 功能 我親自測試了一遍 結果發現比我想像中要誇張很多 所以這期影片我就會完全展示給你 這四個功能是什麼 你如何使用 並且在之後會如何改變你的短片創作 Hi,我是 Grayson 這頻道將翻給你 YouTube 頻道運營 以及流量變現的技巧 我每周都會分享三部影片來幫助你小走玩路 是要記得對我頻道 這裡我還特別準備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寶典 裡面會有頻道成長以及變現的核心策略 你可以透過影片小幫鏈接去免費領取 首先第一個功能就是 AI 能夠去幫助你去生成短片 你需要先打開你的 YouTube APP 然後點擊中間的假號 現在我就進入到了短片的編輯界面了 然後需要選擇右邊的向下的箭頭 我測試過之後發現輸入英文現在是比較準確的 然後我需要選擇這個 Green Screen 現在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變成了綠幕背景了 然後我需要選擇底下這個星號 在這邊就可以創建我們背景了 底下需要你去輸入提示詞 像我輸入提示詞了 就是一個熊貓廚師 他在一個非常繁忙的廚房裡面正在煮面 那底下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風格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風格你可以選擇 如果說你不確定風格 或者說不想先選擇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擇底下的 Create來進行創作 那現在可以看到 YouTube的AI就幫助我去生成了四張 AI圖片了 每一個你都可以去打開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符合我剛才的描述的 熊貓廚師 然後在一個繁忙的廚房裡面進主面 如果說你不喜歡生成的四個結構的話 可以選擇底下的 Try Again 就是再讓它去生成一次 那現在我喜歡第一張圖片 我選擇它 你可以直接選擇這張圖片去當成是你的畫面 那如果說你想把這張圖片去變成動態的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右下角 Create Video 這邊就在生成了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剛才圖片就變成了動態的影片了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這樣的產生效果 可以選擇左下角的 Try Again 那如果說你決定使用這個畫面 就可以選擇右下角的 Continue繼續 那現在我的背景就是有剛才的那個畫面的 我可以點擊中間的這個紅色按鈕 然後去開始錄製我本身說話的聲音 說後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背後的背景是在動的 那如果說我不想要我人像出現的話 我可以把它縮小 然後移動到左下角 你就可以看到我主要的畫面 就是我剛才用AI線上的畫面了 那如果說我完全不想要我人像出現的話 可以把它移動到非常的旁邊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我的人像 就不會出現在我這畫面上面了 我可能只是去錄下我的聲音 但是主要的畫面還是這個熊貓的 那這個是一種方式去產生 那接下來我要告訴你另外一種方式 去產生AI製作的影片 還是來到你YouTube App裡面 點擊加號 然後進入到了短片編輯模式 點擊左下角的add就上傳 然後點擊上面的create 這邊也是可以讓你去輸入提示詞 然後生成畫面的 這邊我輸入提示詞就是 一個兔子探警正在調查一個非常神秘的按鍵 底下也是一樣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風格 然後再選擇create 那現在就生成了四張圖片了 我可以選擇一張 如果說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選底下角的try again 讓它重新生成四張圖片 比如說我選擇右上角這一張 你可以選擇讓它當成圖片 或者是你把它變成動態的影片 選擇右下角的create video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呢 就生成一個動態的影片了 它是活動的 然後再選擇continue 這邊它生成的是六秒鐘的短片 那你可以選擇把它截取 去拖拽它 去選擇你想要截取的片段 或者是保留六秒鐘完整的短片 選擇右下角down 那現在呢就進入到了短片的編輯界面裡面了 你可以選擇去加入文字 那現在呢就加入文字了 然後呢可以選擇去加入不同的濾鏡 去給它一種不一樣的效果 這些呢都是能夠讓你去編輯的 你就可以讓AI來幫你去生成你想要的短片 接下來呢就是 你現在可以在製作短片的過程中呢 去加入不同的效果 真的非常震撼 那還是呢來到你的YouTube App裡面 然後呢點擊中間的加號 那這邊呢就進入到了短片的這個編輯拍攝的界面裡面了 然後我可以選擇右邊的這個信號的標誌 那這邊呢就進入到了效果界面裡面了 那現在呢我就可以給我這個人像呢加入不同的效果 我可以選擇右邊的這個機器人的標誌 去加入這個效果 然後呢選擇上面的打勾 然後呢需要點擊中間的錄製按鈕 它有一個倒數 然後現在呢就開始去製作了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呢就有一個這樣的效果了 就是有一個非常讓你震撼的 製作短片出來的一個效果 可以再看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能夠去讓你快速的去變成一個機器人的效果 如果說你不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左下角做try again 讓它重新生成你這變身的過程 如果說你喜歡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右下角的continue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片段 它總共是8秒的 你可以截取其中一個片段也可以 或者說保留這8秒鐘的時間 然後呢繼續選擇右下角down 就會把剛才那個片段呢 加入到你這個短片裡面了 你可以呢繼續的去錄製其他的內容 那比如說我再嘗試一下其他效果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人子的效果 來看一下 也要呢去按住中間的這個錄製按鈕 那就可以看到了 它就快速的去幫助我去繪畫出了一個人子的這插畫了 我覺得大家呢是可以去試一下這裡面的一些效果的 然後去看一下呢有哪些是符合你想要去打造出來一個畫面的場景的 那我再來試一下 比如說我想去用這個效果 它就是讓我去看到10年之後的樣子 我就選擇它 然後呢點擊中間的錄製來看一下 這個呢也是要去分析你自己的人像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就會展示出這樣的效果 還有就是呢在你背後去加入一個獅子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也是要讓你去錄製的 然後現在呢就要生成了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呢我這背後呢就有一個獅子了 你可以看到呢還是比較逼真的 那這些效果的功能呢可能有的創造者非常喜歡用 像是你喜歡去做出一些有趣的短片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些效果 但是對於一些資訊類的教育類的創造者來說呢 可能不太用得上 但是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嘿這裡順帶提一下 最近有很多觀眾都問我 鬼神有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讓我更加及時的問問題 或者說去讓我更快的獲得建議 所以我最近就重新整理了我的頻道會員 增加了不同的福利 如果說你加入了我頻道的黃金會員 那麼每個月都會有專屬的會員Q&A直播 你可以問我問題 這樣你就不會被你的問題一直卡住 不會自己想半天了 想去查看會員的其他福利 你可以點擊頻道頭像旁邊的加入按鈕 我想讓你知道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歡迎你加入 那讓我們回到影片裡面 那接下來一個功能呢 就叫Extend with AI 就是讓AI來幫助你去創建出一個 創意的短片結尾 那還是回到YouTube App裡面 你需要點擊Shorts 然後選擇你想要去創作的短片 然後點擊右下角的Remix 這邊呢就會有Extend with AI 然後呢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結尾 你可以擷取它的一個片段 或者直接按照YouTube給你擷取的片段 去做為你結尾的起始點 然後呢選擇Next 我發現現在這個功能呢 只有在你英文介面的時候才能夠使用 那這個功能就是AI會給你幾個建議的結尾 會告訴你提示詞 然後呢你選擇你最喜歡的提示詞就可以了 它現在的局限呢就是 它不能夠讓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 來做出影片的結尾 希望在之後呢它能夠去開放更多的靈活度 那比如說我選擇第一個結尾 然後呢選擇Create Video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幫助我去生成一個全新的短片結尾了 你可以看到後面一個Found 這個字呢它就出現在了這兩個人之後了 然後呢你可以加入不同的音樂 去讓你的短片呢更加有信力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這樣的效果呢 你還是可以選擇左下角這個Try Again 去讓它重新再製作一個你想要的結尾的 那如果說你喜歡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Continue 那這種方式呢就是能夠讓你去利用其他人的短片 或者說你自己的短片去生成一個觀眾覺得非常有趣的 同時呢你也覺得非常有創意的結尾 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去試試看這個功能的 那下一個功能呢它叫Edit with AI 就是用AI來幫助你剪輯的素材 還是回到YouTube App裡面點擊中間的加號 然後呢進入到了短片創作編輯介面裡面 然後你需要點擊左下角的Add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在你手機裡面的素材 你可以選擇圖片或者影片都是可以的 在選擇完素材之後呢可以點擊左下角的Edit with AI 那這個功能呢會有三種剪輯的風格 第一個呢就Highlights 就是把你素材裡面的高光時刻呢整合在一起 Narration就是用故事敘述的方式來幫助你剪輯素材 Comic會把你的影片剪輯成比較有趣 那這邊呢我選擇Highlights 現在呢就在創作了 那現在YouTube AI呢就幫助我把剛才我擅長的素材全部剪輯了 把一些高光時刻整合到了一起 那可以選擇中間的音符標誌 這裡面呢是能夠讓我去添加背景音樂的 然後呢就可以選擇Next 在這裡面呢就可以對剛才剪輯好的短片呢進行更多的剪輯 比如說你可以加入文字去加入濾鏡加入一些貼圖去加入照片 或者說你自己做出一些畫畫音都是可以的 這功能呢就能夠去幫助你節省很多你素材剪輯的時間 所以這四個AI功能並不只是簡單的功能更新 而是YouTube已經正式告訴了創業者 AI時代已經在YouTube展開了 而且它並不只是工具 YouTube已經在規劃未來AI創業者它的變身制度了 如果你想知道YouTube接下去會如何管理AI內容 AI創作者會如何變現 而且哪些內容會被延長 你可以點贏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非常重要 它會告訴你未來一到兩年 你應該注意的是